不是为自己着想 这个就是菩萨这两个字 简单来给大家介绍 像我们今天到佛堂中一宫 你也是菩萨 只是那个菩萨是出发心的菩萨 是小菩萨 你在一宫遇到人家 你不喜欢的事情 看到你讨厌的事情 你赶快想一想菩萨 赶快想一想地藏王菩萨 人家怎么对待他 侮辱他批评他 毁谤他伤害他 地藏王菩萨从来没有讨厌过别人 欢欢喜喜的都是为众生 我们也要用这种的精神 因为我们生在这个地方 有人的地方一定有是非人物 有人的地方一定有争夺勉力 有人的地方一定会有明文力 有人的地方一定会有自私自利的 有人的地方一定会有贪嗔心慢 会有一个讨厌欢喜快乐 种种的 当你面对这种的情形 让你很烦恼的时候 你赶快想起菩萨 人家怎么对待他 他从来不讨厌人家 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学 把这些的逆应 把这些不欢喜的事情 变成自己的功德 这个就是菩萨 要这样修 记得一到什么样的 让你不高兴的 你要把这个不高兴的境界 变成你自己的功德 你要记得 只有功德才能够帮助我们 往生西方的世界 只有功德才能够帮助我们 忏悔我们的业障 消除我们的业障 福德是没办法的 功德是什么 功都是功夫 德你能够断恶修缮 你能够在这个污染的地方 你能够修清净心 你不会被迷惑了 这个就是功德 这个菩萨 好我们看下面的本愿 本愿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下面 这个听心很重要 学习很重要 本愿 愿是指什么 就是指他的愿望 他的需求 地藏王菩萨的愿望是什么 像阿弥陀佛的愿望是什么 阿弥陀佛的愿望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赶快来到我的国土 赶快到我这个地方来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太苦了 苦得不堪圆 你要赶快回来 西方吉的世界就是你的老家 你要赶快回来 阿弥陀佛24小时 都在在那个地方等我们回家 所以你看我们念这个佛像 你看那个佛像 你看到 有没有 一只手 你的 他的阿弥陀佛的左手 左手往哪边 你看 右手往哪个地方 我们经典所讲的黄金未必 黄金未必 你看那个阿弥陀佛24小时 站在那边 一只手拿着莲花 一只手黄 指什么 指下面 指的下面是谁 就是我们一切众神 所以地藏王菩萨的愿望 就是什么呢 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我们一切众生赶紧赶紧回头了 不要再等了 希望我们一切众生赶紧赶紧觉悟 不要再迷惑了 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希望 我们有没有回头 我们有没有觉悟 说实在的 到现在还不觉悟 你看为什么地藏王菩萨叫我们要赶紧赶紧赶快回头 因为我们在这个六道 已经流浪了很久 有多久 五量节 六道是很苦的 特别是三二道很苦的 我们今生能够得忍生 还在这个地方念佛 还能够听经诵经 也算不错 那如果将来呢 如果你这一生不好好修 你的来世 会不会比这一世更糟糕 会有可能 你不要以为 你今生 今天还不错 我告诉你 我们这个世间很脆弱的 靠不住 很不靠谱的 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 因为它有无常 无常随时都会到的 今天能够穿着衣服 明天不见得能够穿着衣服 今天能够还可以吃个饭 还能在这边念佛 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真的不知道 所以地藏王菩萨告诉我们 你赶快回头 赶快念佛 赶快到西方级的世界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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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